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再接下去啊,这个Bloaming of Lens这一边 当然这个呢,也是跟这个光的感色 光因为是一波的形象出现,所以就会互相感色 所以这种现象也可以发生在这个Lens的上面 所以Bloaming的话呢,就好像一层东西 一层东西呢,在这个Lens的这个上面 所以呢,一般上呢,所以我们讲这个 我们一般上的这个眼镜的这个部分 眼镜的话呢,一般上还有分coding跟uncoding 如果是coding的话呢,它形成的就是这样啊 它不会好像有一个反光,反光这个白色光 然后呢,到我们这个眼睛这样子 所以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我们的一般上的 那个相机的这个镜头 它外层也是一层coding 所以不会有大量的这个光来到这一边反着去 然后这一边的话呢,也就代表说可以让这个光线可以透过去 然后形成了更明显的这个图案 啊,image在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呢 arah呈现出来的这个 从外面看到这一个呢,镜头 它的颜色呢,是比较衡向于这个 purple,或是 麻剑大这一个 color 这边呢我们的这个spec的话 它也是coating了过后它的颜色也会有点稍微不同 所以这边的话呢讲roaming of lens的话呢 主要是一个过程它是coating of firm on a lens 去让这一个lens呢是变成non-reflective的 不能够反射这一个光线 所以就是越多光线透过呢就比较好 所以这边的话所以这边就讲了所谓的这个coating呢 一般上呢用的就是magnetium fluoride 这里指的是这一个相截这一个镜头的部分 可以去确保呢这一个光呢可以减少这个光的反射 那那么光的反射你能够减少量的多少呢 就要取决于这一个呢两个material的reflective index 所以这两个material指的就是这个lens本身的reflective index 跟那个coating的这个折射率 那接下去的话我们再看 OK所以啊这个图形呢我们大概看这样子 OK这个是外面就是接触的就是空气嘛 拿到这一个firm 或者我们拿到这个firm firm就是那个改那层coating 然后下一层就是你的lens嘛 所以还是这边写著名是glass 所以这边呢要看到说当光线从外界进入到这一个呢 firm跟这个glass的话 你会发现到呢这边呢一样的 所以呢也是一样的同样的 这边的反射波跟这一边入射波呢 是差一个180度相为差 OK所以就造成了这里讲了 the reflection light from A and B are in phase OK and also coherent 所以等下我给你们看一个motion animation呢 就说怎样说他们是in phase 当这个反射波两个反射波都是个入射波 我是差180度相为差 然后第二的话先看完第二个我们再看影片啊 不是影片animation 所以to ensure no reflection of occurs 所以要确保呢 没有反射的这个白光进入到你的眼睛的话 所以就说呢这个反射这个光线一定要是以 这个两个反射的这个呢 光波一定是要产生 这个所谓的这个破坏性感色 那你就看到好像不会有一个强烈的光射到你的眼睛这样子 所以就要确保它是呢 不是建设性感色 而是呢这个破坏性感色 所以要产生不坏性感色就代表说呢 那个广乘差至少就是二分之Lambda咯 所以呃这一个两个point的话 我们看下一个slide的话 OK这边的话就好像我刚才讲了 Wave 1的话 这边指的是incident light是red color啊 OK一样的来到这一个呢 所谓的这个lens的这一个部分 或者说呃第一个是经过Firm OK这边是假设Wave 1是经过这个Firm 这个是Firm啊 所以它反射就是呢 跟这个入色波是差180度相微差 然后第二个 如果它是进入到第二个阶值这边 就是那一个glass的话 一样是从呃这个Firm去glass的话 光束去光密的话 它这个反射波那边 第二个反射波呢 也是跟入色波是180度的相微差 那如果我把这两个Wave呢 combine起来的话就变成这样哦 所以我们再看回去啊 第一个Wave的反射波是蓝色 第二个Wave的反射波是绿色 所以两个combine起来的话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它们是波峰对波峰 波谷对波谷 所以这个呢是属于这个 它们是inphase的 反射波两个是inphase的 那如果是inphase的话就代表说 哎就是建设性 就是变成的是建设性干涉 所以我要呢变成是这个 呃我要的是那个破坏性干涉 那我要这样做呢 所以我就要把这两个的光层差呢 相距一定的这个距离 是多少呢 就是半个波长 所以这边刚才从这边距离 聊到这里的话是差半个波长嘛 所以它们这个minimum 我们看回去刚才那一个slide的话 minimum half difference 就是要二分子lambda 才能够produce这个destructive indifference OK 所以我们要找那一个呢 呃我们讲光层差也就等于呢 这边光层差就代表a去b 然后b去到这个a的这个boundary 这边这个surface 所以这两段距离就是二体哦 之前讲了 然后呢二体还要乘一个呢 它的这个reflective index啊 中间这个firm的话有reflective index 所以要乘它的inflective index 然后之前为什么不要乘这个reflective index呢 因为我们之前讲的都是空气嘛 空气的reflective index是唯一嘛 所以我们可以互列不用看它 OK 但是如果是它中间是隔着另外一个的 这个阶值的话 那你就要考量那个它的这个折射率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一样光层差等于 二分子lambda OK 所以你就可以找出这个dickness firm是多少咯 然后接下去的话这里讲说 针对白光耗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同一个时间 呃产生所有的 对所有的射光 产生这一个呢破坏性干涩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呢 因为色光是很多个 白色光 是有很多个色光 OK 分解的话可以产生很多个色光啊 所以就我们只是采用中间这个区域 就是average啊 average来说我们采用中间的这个区域的这个色光 也就是greenish yellow的color 哎让这个呃 这一种的色光呢透过 哎那其他的话呢就会被反射 这里讲的反射的话呢主要就是这个red跟blue来回反射 哎选择性就是减低那个minimum of reflection light啊 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光会被反射 所以这边部分的被呃的光被反射就是red跟blue 然后这两个combine起来的color就是所谓的那个magenta color 就是我刚才这一边显示出来这个颜色 它有点像呃纸平红这样的颜色 OK 然后接下去的话呃下一个部分 这一边的话呢就有讲到说这个dinfoam呢 一般上我们讲dinfoam的话 尤其是呃指的是薄膜 也可以也可以在哪一种现实中的哪一种例子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这一个sop bubble哦 sop bubble的话你可以看到哎呃 呃它其实不同的厚度 然后的话呢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这个色光 在它这个surface上面 然后我们观察到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色光 然后呢这个是这个呃路面的话 呃路面的话呢 它这个所谓的油迹产生出来的这个color OK可以是几个 所以这一边的话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种不同的这个色光 在这一个呢包摩上面 所以这边的话呢就要讲说 哎我们看这个图的话方便我们参考 它自己说like from an extended source 因为呢白色光啦 它来到这里的话可以是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切入 射在这一根呢parallel side dinfoam上面 OK然后这一边的话呢 这一边A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A点跟B点 各边呢发生这一个呢反射的这个现象 当然也是有折射的这个现象啦 透过这个form这一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两个不同的这个点这一边 A点这一边呢它会呢travel比较greater distance 才进入到你的这个眼睛 OK所以所谓的greater distance的话就代表说呢 它这一边的这个wavelength呢就会有所偏差 所以你就会看到呢这一边呢两个呢 反射出来的这个呢颜色呢是会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呢 同一个这个dinfoam上面可能出现不同的区域 然后不同的color 加上这一边这样 OK不同的区域然后不同的这个color OK所以它这里讲了一样可以看到呢 在什么情况下看到这种现象呢 就是在oil on water 或是呢sobubble 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所以基本上就是到这一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